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不是就是就是说这不是原来经常的操作吗 刚准备睡那你就去睡吧 本来准备睡了突然啵啵 因为就是说看了很多很多大家发的 然后现在有一点 一时冲动开了个电台 第二天了没毛病是的 一时冲动开了个电台 冲动是魔鬼 阴谋了没有啊没有阴谋 我现在之前是阴谋的 现在已经不阴了 现在就是自己一下子豁然开朗 这么晚吗 是啊 现在该阴谋了 你阴什么 谢谢我们一起学了一套 蜂蜜巧克力 嗯 就是说解释一下吧 虽然说很多人大家都知道 有些人不知道 但是就是反正我做的所有的选择和思考 都是出自于对我自己的考虑 为我自己的梦想负责 没有什么很支持我 谢谢 就是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复杂 没有就是没有说是什么 就连学业我也并没有考虑我的学业 我所有的考虑都是为我自己的未来在考虑 所以说有些说我恋爱脑的真的很离谱好吗 简直不要太离谱 还有就是居然有人还说 我看不起N3 怎么想的 这更是离了个大谱 不要太离谱 不要想这么多好吗 我只是在为我自己的将来而考虑 然后现在呢 确实这两天想了很多 考虑了很多 哎呀呢 这个我都知道了 真的 所以说这还真的就是说还挺多人这么觉得的 真的有挺多人这么觉得 这么不了解我吗 都谁呀 谢谢冰美食送的奶茶 我又开始了 我怎么了 这么说的人一定不了解我 就是说一定就是一个不了解我的人 谢谢灵犀送的荧光棒 快出来给我辟谣灵犀 谢谢雨洛娃送的荧光 谢谢我的西西饭头送的荧光棒 西大饭头来了 西大饭头 哇你好爱 你居然为我冲了那么多荧光棒 你好爱 谢谢艾德华送的荧光棒 不要吓你 没有 这两天怎么了 这两天 谢谢套路送的荧光 这两天就是 有好好的 因为觉得 虽然说很多人大家不知道嘛 但是 其实我最开始并没有想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的 我是想让我自己好好考虑一下 但是没有想到真的那么多人都知道 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事情 这次我太爱了 西西快回来吧 好想你呀 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 只有自己做的决定以后才不会后悔呀 为什么卡着看不见你的礼物 你看了 能不让你开瓶酒再说 笑死 别开 没有必要 别开 别喝 决定了 对呀 以后 以后还是 GNZ48 TEMNC的王宇辰 让你点个烟 卡死这个派 这个派的 对呀 以后还是 开个香槟 这 哎呦 但是这个决定不是为了任何人做的 我只是为了 自己 考虑了很多 很多 就像 真的就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多的东西 就是考虑的因素只有一个 就是为了我自己以后的偶像生涯 为了我自己的梦想负责 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多什么学业呀 什么恋爱脑啊 什么什么的东西 我考虑的就只是到底我在哪里会发展的更好而已 只有这一个问题 懂吗 懂吗 我比你们任何事业犯的事业心都重 可以吗 哭死面都抽了半个 对 听听听我们西饭头说话 正确的是吧 你说的保真 苦了我们嘻嘻了 这两天 给我做各种的分析 逼你哭 我才想哭呢 这两天 每次想哭 我都自己憋回去了 同时要上工也破防 你今天午上完没睡吗 我和丹丹 我们以后都会各自有更好的发展的 谢谢鲨鱼的 林江松的冻丁 我们以后也会是 就像我跟他说的 我们以后 他在那边有什么不开心的 也都可以跟我说 然后我有什么不开心的 也会跟他说 不会因为距离而变的怎么怎么样 他说了 我是他唯一的花 他也是我唯一的花 笑死 不许他再去找别的花了 谢谢赫贝斯瓦拿铁送的冻丁 谢谢赫贝斯瓦拿铁送的冻丁 你哭死 他找瓜这个就是说 咱们不能阻止人家变得更好 但是反正就是说 他心里面以后肯定我的位置不能被别人给替代 谢谢套子松的奶茶 我们以后都会在各自的领域 各自的团好好努力的呀 又不是说以后都不见了对吧 大家都还在一个团呢 以后都还是有机会见的呀 谢谢有的人还在嘴音送的玫瑰花 谢谢西约送的玫瑰花 谢谢有的人还在嘴音送的玫瑰花 两朵玫瑰花 正确的还会合作见面 对呀 反正就是 因为我看大家发的翻牌 其实大家说的都差不多 然后呢 我也就想开个电台 给大家同意说一下 而且就是 不要觉得我是 什么 嗯怎么说呢 谁抢你榜三 没事你得抢回来 屁你眼泪 发的折折的 发的感觉是一朵 对抗 谢谢沙鱼的 玫瑰宋的奶茶 五块钱极限了 你可是饭头耶 李一熙 你怎么五块钱极限了 李一熙 你这个饭头怎么回事 下次能不能早点 因为我才做好 才做完决定 我才跟 斯大夫那边 沟通完了 刚刚才跟斯大夫那边 说完 好的晚安呢 然后就 想着跟你们说 然后打开翻牌一下 的感觉 看着大家 太多了 然后我怕我一下子 今天晚上 回不完 就很多消息 回不到 我就想着 开个电台 给大家说一下 建议直接 微信转账 有点晚了 就是 主要是我确实 很 就是 算 我真的是 很纠结的人吧 但是我觉得 也是因为 就是顾虑太多了 谢谢 陶陶送的皇冠 谢谢陶陶 谢谢 有的人 还在嘴音送的荧光海 就是顾虑太多 谢谢 有的人 还在嘴音送的荧光海 不够果断 这是我性格上的 一个缺点 我想改了很多年 但是 还没有改成功 谢谢 有的人 还在嘴音送的荧光海 谢谢 我就是怕 你们很多人 就是回不到的 我就想着 开个电台 跟你们说 第一回学习下 不是 就是 我一直都是 这样的性格 但是 不好 这样真的不好 而且加上 刚刚我也 跟我妈打了电话 其实我之前 为什么想 去穿越那边 还有一个原因 虽然说 也是在想 会不会在那边 更好 还有一点是因为 我说过嘛 我从小到大 没有离开过家 第一次来广州 这么远 谢谢 谢谢小Y送的 黄瓜 谢谢 谢谢 就是第一次 离家这么远 其实我还挺想 加的 谢谢 原味 娃 送的 黄瓜 谢谢 好 听我说 就是 谢谢大家支持 饭头 黎西 你的饭头 都给抢了 就是 就是 因为之前 我妈 她想我回去嘛 她跟我 虽然说 她说 她不强迫我 什么什么的 但是 我感觉 她是很想 让我回去的 然后呢 加上 我从小 是我外婆 带大的 然后 还是挺想 我外婆的 而且我外婆 现在年纪也大了 就有一点怕 哎呀 好烦 本来说不 现在想通了 不哭的 这两天 一直都没哭过呢 这两天 虽然说 心很累 但是 一次都没有哭过 真的没有哭过 每次都在 哭的边缘 有机会多回去 真的没有什么 机会回去 你想我从出道 到现在 只有过年 有机会回去过一次 然后 我真的平时 也是一个 不太爱聊 微信的人嘛 而且我觉得 哎 怎么说呢 谢谢 时事实送的荧光海 就是 就是 我想见面 但是 像打电话 什么的话 感觉 很多东西 都说不清楚 就像我骂他 老怪 我说 什么都不跟他说 他刚刚又打电话 把我骂了一顿 嗯 他说我什么 都不跟他说 他看我房间 他又很担心我 但是我确实 很多东西 跟他解释不了 跟他也解释不通 有的时候 现在一打 一打电话 就是吵架 骂得好 打工 也很共情 所以说 就是最开始 想着去了 串云那边嘛 是不是回家的机会 就会多一点 就像我外婆 他们前段时间 他们 那个 就是 光荣院 组织 就是 就像 就是我外公 他们那个 军 那个叫什么东西啊 就是那个 军队 就是 军队里面的 养老院嘛 反正就是那种 带 带他们过来旅游 来广东 这一块 好像说什么 福建 哪里哪里 玩了一圈 我也没有时间 去找他们 本来最开始 还给我外婆画饼 说她来了广东 我去找她玩 结果也没有时间 去找她 坚强 留学生也共情 还是很想家吧 虽然说天天 天天跟我妈 一打电话 就是吵架 但是我真的很不想吵架 但是我妈这个人 我妈这个人 真的很烦 每次跟我打电话 她就急 她就 她一跟我打电话 她一急了 我也急 谢谢套路 说的每个话 你和你妈也这样 陪我哭 好烦呀 我真的不想哭 真的不想哭 我每次哭 我都说这一次 一定要是最后一次 这一定要是最后一次 最后一次 真的是最后一次 再哭就是 但是我不能哭 我明天要上公演呢 我到时候眼睛又哭肿了 我怎么上公演 谢谢 谢谢爱德华送的巧克力 别当坚强女人了 我要当 不能肿 这可不能肿 眼睛不能肿 本来看着 整张脸 最好看的就是眼睛了 到时候眼睛还肿了 就不好看了 谢谢 谢谢律师老师 我的巧克力 晚上在公演 把我劈掉了 不需要 喝别美食 没用 我主要前一天晚上哭了 我第二天都是 会变成那种 很肿的 很讨厌 最好可以 别哭 然后我刚刚跟我妈 我刚刚跟我妈打电话 就是说完了之后 我刚才说我不 因为我前段时间 因为前段时间 大家吃厕所挂 也都知道 最开始说的是 会去 坚韧嘛 所以说我就给我妈说的是 我说我下个月就回去了 结果刚才 她一直不了解 然后最近有什么变故 我也没有给她说 然后她打电话跟我说 我就跟她说 我说下个月 不 我说不回去了 我说以后就在广州了 谢谢 谢谢黄小笼包送的皇冠 谢谢 天哪 我看一眼微信 等一下 不会是我妈的 给我发消息吧 不是我妈好吧 不是我妈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听电台 但是刚才 我跟她打电话的时候是 刚刚回宿舍 一点多钟 一点半吧 刚刚 跟斯大夫聊之前 我感觉她可能没睡 她现在睡觉越来越晚了 原来我在家的时候 她都是 十二点之前就睡了 然后现在天天跟着我熬夜 担心我 她是很担心我 但是她一担心我 她就会急 她一急 她就会很凶 她音量就会很大 心疼斯大夫 然后 她音量一大了 我就会 更加烦 我就会觉得 我已经很累了 你干嘛还要这么凶我 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委屈 声音跳小一点 谢谢柠檬茶送的奶茶 谢谢柠檬茶送的桂花 然后 她也什么都不了解 然后她就是 她每次都会说 当时叫 跟你说了 叫你别去吧 别去吧 现在 在这说累 怎么怎么 我说我也没有跟你抱怨过呀 我从来没有主动 跟你抱怨过 说我很累 怎么怎么的 然后她就要说 她说但是你又不说 她说你有什么 你就自己不说 自己憋着 我说我跟你说了 也没有用呀 我说跟你说了 事情就解决了吗 我说我跟你说 我跟你抱怨完 我也不会觉得好受什么的 然后她就说 她就说 就是她说 但是我什么都不说 她会很担心 但是我就觉得 我就觉得 我说了 你会更担心 但是我就不想 跟她说这些 好强的控制 可能因为 因为我妈生我的时候 年龄比较大 所以说我妈 真的很 那个什么 她觉得 但是我不后悔 我都跟她说了 谢谢波罗松的荧光宝 这剧情一模一样 天底下的妈都差不多 我不会后悔什么的 而且我也不会 就是说 想跟她抱怨 说我很累 但是她 气死我 谢谢伤黄色的玫瑰花 我就是不想让她担心 所以说我才不想说 唉 谁懂呀 真的沟通好困难呀 不要不后悔 她想知道近况 对呀 她又不在团里面 我怎么跟她说嘛 我跟她根本就 说了她也不懂 她自以为自己去 看一点什么口袋 然后 去看看什么微博什么的 她就很懂 其实她什么都不懂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自己能 我说我自己知道 自己知道 她就要说 不你不知道 看口袋 真的 她一天 口袋在现时常 比我都多 说一点 她也比较高 今晚公演 有点心不在意 是的 这个我承认 其实我妈 我都觉得还好 我觉得以后 总会回去 大不了我三十岁 退团了 我回去 我回去 等我在团里面 我赚够钱了 我三十岁 回去给她买大房子 我想的是 其实对我妈都还好 只是沟通比较困难 然后我也不想让她担心我 但是我就是真的很 很担心我外婆 我真的是我外婆 待大的 然后我外婆真的很 很疼我 很疼我 之前我外婆 天天都会给我打电话 睡了 你要上班 快去睡吧 晚安晚安 就是家里面 有这么一对老人 真的会让人很 很分心 是的 而且我不是妈宝女 但是我是外婆宝女 谁懂 就是我真的 我之前小的时候 我就说比起我妈 我更喜欢我外婆 我妈也说 她说我外婆对我 比对她好 说她小的时候 外婆对她很凶 怎么怎么 什么 糖也不给她吃 什么什么的 因为小的时候 就是 就是他们那个年代 很穷的时候 然后 然后家里面就有 那种糖什么的 我妈说我外婆 放话了 都不给她吃 但是 我外婆就是 从小就对我 很好 跟外婆更亲 隔代亲 是的 就是隔代亲 然后我外婆 也真的很担心 我很担心 我 所以说 之前就是 也很想回去 就是这个原因 也许闪光 李王苏的蹦迪 毕竟老人家年龄 也大了嘛 我就很怕 虽然说 不能这么想 但是我真的很怕 他们等不到 我毕业回去 还有其他子女 还有啊 还有我舅舅 还有我弟弟 但是 这不一样呀 人家 就是 这不 这就是不一样呀 我弟弟 是我弟弟 我是我呀 而且我 他们现在 就是自己单独住 我外公也听不到 我外公因为 原来打仗的时候 耳朵聋了 也听不到 他们两个老年人 在家里面 我外婆也很孤独 因为我外公 听不见他讲话 然后之前就是靠 最刚开始 没出道的时候 我就天天 给我外婆打电话 一天打好几通 然后后面出道之后 就 可能 一天一通 慢慢慢慢的 之后 两三天一通 现在可能 一个星期 只有一通了 唉 外婆多大年了 外婆已经 要八十了 快八十了 好想加油 让我今天一日想家 先订一下吧 反正都哭了 给他 发泄完 明天就好 发泄一下 而且我在想 我这么决定 是不是很不孝呀 家里面的人 都想我回去 但是我想着自己在这里更好 所以说选择了留下 好想着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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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好难啊 为什么不要这样 做人 为什么要长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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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至于 这句大变化送的荧光棒 还是说我外婆 我外婆她根本就不会用手机 我给她画了个饼 我从高中开始 我就说我要教她用智能机 教到现在都还没有教会 早知道我走之前 就教她把智能机给学会用了 至少她现在还能用口袋看看我 像我妈一样 但是 后面就一直嫌麻烦 觉得教老年人用手机 我觉得我可能要教很久的教不会 就一直没有教她 她一直在说让我教她用智能机 到现在我都还没教她 等我什么时候有空了回去教她 下个口袋还能看看 就不用每天想着给我打电话 而且她现在经常给我打电话 就是我在排练 然后我匆匆忙忙接个电话 她问我在干嘛呀 我说我在排练 然后最刚开始她还会 多问两句 我今天吃了什么呀 吃肉了吗 什么什么的 然后今天忙不忙呀 后面每次她听我说 我在排练 她就会和自己和懂事的说挂 就挂掉 就说那你忙吧 然后就给我挂了 口袋还不好想叫外婆用微信视频 回去给她 她有个微信 但是因为她没有智能机 她不会用 她下了微信 只用来给我转过红包 转过钱 就没有再 就没有用过 真破坊 怎么给你们还整破坊了呢 成年人的事情就是这样 更好哭了 离家远的听不到 不说 你们等会破坊了 怪我给你们整破坊了 听得有共鸣 讲话我外婆 她看 她看 每次 我妈说每次 她去我外婆家 吃饭 我外婆第一件事情 就是让她 让她把我的 把就是视频 把那个什么 我的视频打开 给她看 给她看我的舞台 什么什么的 我之前过年的时候 回家也是 她第一时间就是 把你的什么 那个什么抖音啊 你们那个什么公演啊 快给我看看 其实我原来 没出道的时候 我大学 在学校 有什么社团活动 她也是 每次都要求 让我把那些视频 给她看 她可喜欢看我跳舞了 我外婆 很多视频没有想象中的 一帆风声 肯定也会因此 成为可以乘风破浪的人 复制一份 发给她微信 我说了呀 我说她 她没有用智能机 她之前 注册微信 就是因为要给我 赚钱 发红包 然后她去 注册了个微信 然后用 我舅妈 她们的手机 给我发的 然后她自己 没有智能机 她不会用 她那个微信 后面再也没有用过 好不哭了 收住 收 谢谢外婆的 用爱发电 我外婆的 用爱发电 是直接转账 干什么 你放门口吧 天哪 你别来 我还在 敷着面膜 哭呢 我还在 小姐 哎呦 宝宝 什么 你是一生的猫毛 你别碰我 那我要抱你 别抱你 这些面膜 趁你吃上了 没关系 哎呦 委屈巴巴的 别安慰我 我偏要 对 就别看着电台 哎呦 我偏 刚刚说那个事情 没跟你说 明天给你说吧 什么事情 就是前两天 在做决定 然后呢 签的决定好了 哪 然后就再安心了 很好 我陪你呀 好 我好想想 你们也要为我 我刚刚才收住 那就更要哭出来了 我刚刚才止住 我刚刚情绪才收回去 你 你现在还会哭 就是证明你的收 是刻意收的 还没哭完呢 你一个家就在广州的人 是不会懂的 都在笑 我只想 都给你们这个关了 谢谢 雨晨速的 丹丹的临时 是谁呀 谢谢 太可爱了 太可爱了 可爱数了 以后带你去 我们重庆玩 好 带你回我家 好 你笑我什么 笑他们的弹幕 不准看妈妈 扔到一边 我笑 哎呦 哎呦 天呐 这个房间 哎呦 带你一起回来 我们要就是 要在这定居了 我要开始收拾 好 哎呦 我刚刚跟我妈打电话 等一下 我先发个朋友圈 什么 不许 扑起来也太可爱了吧 不许 不许 虽然很心疼 但好可爱 你现在已经二回爆破我了 是宝宝 你已经二回爆破我了 哇 对张工整 123456789101112个字 加起来24个字耶 你为什么觉得 你不让我看你直播 我就不能从我的手机里 也订 手机里 啊 推了 拜拜 不许 我关了 我关了 是啊 是呀 很多事并没有想象中的一板公式 你也因此成为可以乘风破浪的人 你现在就是在努力成为乘风破浪的人呀 好可爱 你以后 以后也不 你要对我好一点 对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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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穿上宝宝 就带我玩 好 带你玩 带你去场合玩 上次你说 去场合玩都没去呢 不是天天下雨吗 你去玩啥 玩水呀 好吧 叫上那个谁 谁 那谁也说要去 去那个 你你 长翅膀的那个 长翅膀 对对对 他敢去场合玩 他玩 他玩都去 我去看 我去看 去看 好我是你的一科 有没有大熊猫 有大熊猫 想看大熊猫 有 有大熊猫 有小熊猫 有考拉 有鸟 有狮子 有老虎 有白奶 还能坐着车 在老虎中间 穿过去呢 希望你到时候 不会被吓哭 不会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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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说什么呢 想说什么呢 哎呦 下了 拜拜 哎呦 怎么就下了 我只是下来 准备跟他们说一下 因为太多了 什么我也要过来玩 他在收拾行李 我也过来帮你收拾 不是帮我 帮黄一轩 我过来看看 拜拜 下了 早点休息 你们 晚安 啊 烦死了 拜拜